台中市西藤區的中科園區近年來招商表現亮眼 從業人口從原本的2.2萬人增加到了4萬多人 也成功的帶動了周邊商圈 兩大餐飲集團進駐包含了王品集團的西堤、聚還有一齊 另外呢,竹間集團的鍋物也來插旗 占地167坪,打造全台灣最大旗艦店 油花分布均勻的肉片在烤盤上滋滋作響 空氣中瀰漫燒肉香 聽覺、嗅覺、味覺一大享受 除了燒烤還不夠,一旁鍋物涮起來 真的讓人大滿足 空間還滿大的,對,然後我覺得有火烤兩次 就是還滿特別的 竹間集團到中科商圈插旗 占地167坪,是全台最大旗艦店 就是看準這邊人口湧入,形成新商圈 吃飯、停車很方便,有一個聚落起來 位在西藤區的中科園區近年來招商順利 從業人口從2.2萬人,在年初就破了4萬人 激增77.7% 也成功帶動周邊商圈 我們先看好中科商圈這邊的消費能力 那除此之外呢,還有這邊的區域相關的住宅 密集度非常的高 玉門路和國外一路,形成中科商圈精華區 包含網品集團的西堤、聚、義騎,還有竹間集團的火鍋 兩大餐飲集團進駐,多品牌插旗 看好中科園區就要人口多,許多小家庭選擇在附近製產 加上年輕客群消費力道強勁 集團品牌也選擇進駐,希望能創造更大的群聚效益 人潮就是前潮,餐飲集團搶供高含金量的消費群 各大品牌業績都提高約五成 中科商圈搖身一變,成為台中新的美食聚落 也讓韜客們有更多選擇 記住王春炫,台中報導